hello 大家好 又来教大家做年夜饭上的装逼菜了 依然是那个目标啊 就是做一下简单 但是端出来很装逼 很好看 跟饭店一样的那种 其实呢我不是很想做鱼 因为鱼处理起来 对各位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 但是鱼这个意象 在中国的餐桌上实在是太重要了 只要到了过年的时候 或者是稍微重大一点的 这种宴会的时候 一定要有鱼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还是把鱼放了上来 今天要做的是双胶鱼头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胖斗鱼 我买的是千岛糊的 它说是千岛糊的 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 大概假设它是吧 然后需要用到蒸鱼齿油 剁辣椒和剁辣椒 这两个颜色的辣椒 你们去超市应该都能买到 这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一点的 可能家里不一定有的材料 你们可以先去买好 至于其他的糖啊盐啊 这些可能家里都有的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然后需要用到葱姜蒜 然后还要一根腊肠 为什么会有根腊肠在这 不要 没有腊肠了 就是这么多 行吧 那我们就开始 OK 首先我们来处理鱼的部分 这个鱼呢 选择的是胖头鱼 有各种各样的叫法 也有叫包头鱼的 这个鱼我已经杀好了 但是我还是想通过这个 来演示一下这个鱼怎么杀 让那些自己想在家里 杀鱼的人学习一下 首先这个鱼拿到处理 它肯定不可能这样的 它肯定是这样动的 所以你要先按住它 把它按住 然后用手把它打晕 当然用手可能打不晕 你用个什么别的东西 这样把它敲晕 敲晕之后呢 就可以来进行下一步处理了 那最重要的处理还是按摩 这样慢慢的把这个鱼进行一个按摩 让这个鱼从晕厥的状态 慢慢的冷静下来 这样也能够让鱼肉更好吃 按摩一下 很棒 按摩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杀鱼了 从尾部先这样切 然后再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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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咻咻 铺开 把这些垃圾都扔掉 一定要从背部 从这个地方切就不好看 这个出来的鱼头没有那种很好的形状 从背部切开之后 这样 然后弄好之后 鱼鳞忘了去 不 停一下 先把鱼刮掉 先把鱼刮掉 这个我忘了 把鱼先刮一下 对对对 这个一定要记住 刮完鱼之后再开背 开完背把这些内脏去掉 去掉之后 翻过来 咔咔咔咔 把这个鱼腮去掉 这样这个鱼就处理完了 然后拿水冲一冲 洗一下手上的东西 好 可以 这样这个鱼就处理完了 鱼刷完之后 我们来开始处理鱼头的部分 三指 看到吗 从这个 从这个掰开的地方 看到吗 这个东西 开始三指 到这个地方 都是鱼比较肥的 很爽的一个部分 把这块给切下来 我不太建议你们去 菜市场直接买那种切好的鱼头 因为如果是我们自己在家做 我觉得切到这个地方就很好了 但是菜市场得切到这里 就多卖你这两节肉 按鱼头的价格买给你 我觉得是比较亏的 可能甚至有的切到这里 切到这里 我建议你们就买整鱼 回来自己切 切死我了 剁掉吧 剩下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要了 把它扔掉 没有用了啊 紧接着就得到了这样一个鱼头 很巧妙吧 然后紧接着在这个鱼的身子上 划一刀 再划一刀 一尺的宽度 然后因为我的手指比较粗一点 所以我切的稍微粗一点 像你们这样比较细的呢 你们就按两指这样去切 对啊 我毕竟鱼粉刺比较多嘛 对 手指都比较纤细好看 对吧 哇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重逢重到一定境界了 然后鱼头这个壳上也 这样砍两刀 让味道更好的进去 好 OK 那我们来开始鱼的腌制 把这个生姜啊 切一些薄片 然后把它拍碎也行 揉一揉也行 这样把它揉碎 姜汁都揉出来 把它抹到这个鱼肉上 很重要的一步啊 葱洗一下 我是没洗的 你们不要学我 尽量洗一下 把它搓一搓 冲泡到这个鱼头上 让它被这个 葱淹没 不失所措 把这个葱盖在这个鱼头上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让它不那么紧张 因为大家知道鱼紧张啊 就不好吃 但是给它一些这个绿色的草在上面 它就觉得很安全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有绿色的这个 紧接着我们来处理这两盆辣椒啊 这个 我先尝一下味道 哇 好咸 所以这两种泡椒都是比较咸 稍微带点辣味的 所以建议大家买回来之后呢 用水去冲洗一下 OK 把这个多余的盐分洗掉 这样就不会太咸 这些不要浪费 几秒原则 这些不脏不脏的 好 基本上这样就好了 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备用 我们需要一些蒜泥 把这个先掰开 这个工作可以交给八蒜小妹来做 我们家一般都是小薄荷做的 蒜剥完之后呢 我会习惯性的把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去掉 当然这也是个人爱好了 如果你不喜欢去 问题也不大 然后我们把蒜剥成蒜泥 蒜呢 需要轻轻的拍碎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用刀剁比较麻烦呢 你可以像我这样 OK 这些东西都掏出来 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我的女粉丝 千万不要这样一不小心被刀片割打那样 还是很心疼的 男粉丝们就活该了 你说你大老爷们 说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还有什么道理 经常有粉丝会跟我说 你倒一点水到这个榨汁机里面 它就比较好转上来了 倒水一时爽 油炸火葬炒 当场就是雪剑厨房 把我们系好这个蒜 放到这个碗里备用 OK 紧接着我们开始第二轮腌制 一点点料酒 淋到鱼上 一点点的蒸鱼齿油 让它先有一个咸鲜的底味 哇 这个感觉很棒 倒到手里面 然后再这样淋下去 把这个鱼肉也掰开 都按摩到 这一面也需要 品牌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各种各样的牌子都有 主要是他们没给钱 等他们给钱呢 我就把这些品牌大声的念出来 腌好之后我们把这个鱼捞出来 摆到我们要蒸鱼的这个盘子里 盘子需要比较大 要不然这个鱼摆不下 甩一点油出来 少许油 呸 这才不是少许呢 多放点油没关系的 油热了以后 蒜放一半进去 拿个勺子 炒菜随装逼 煸炒出香味 中火 炒出香味之后 把我们这个剁椒 倒下去 一定要把剁椒的这个水分炒干了 才会比较香 炒的时候 之后注意开一下油烟机 我为了给大家录节目 是不开油烟机的 接着我们开始调味 糖一点点就好 蒸鱼的石油 从锅边浇下去 OK 现在炒的差不多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把它放到一半的鱼上 把鱼眼睛盖住了 我有点害怕 把鱼眼睛盖住了 我有点害怕 那个鱼 接着我们来炒第二盘 锅一定要洗 要不然等会去炸那个蒜的话 那个蒜会非常容易焦 轻轻地晃ın一下锅 让油均匀地粘到这个上面 这个技巧有用吗 没有什么用 炒一下之后 这个颜色会更好看 水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上锅去蒸了 需要蒸10分钟左右 如果鱼头大就时间再长一点 一定要用这个 要不然烫到了 很棒 哇这个真的太香了 我的天 那就给它看一下 这个汁水蘸着吃简直美 一点点做做的葱花撒上去 摆盘的药益就是撒葱花 管它有没有用就这样撒上去 好很棒 OK最后一步 锅里倒油 当然这一步不是必须的 在家里也可以不放 毕竟在家里少一点油反而更健康 但是既然是装逼菜嘛 最后那一哆嗦 就会好很多 就是吃了两下 慢慢一看 哇这个真的是大厨的太牛逼 就感觉你知道吗 震慑住了他们 就靠这一招 而且发朋友圈 截这么一个五秒的小视频 哇 当然如果你就这个样子 去发朋友圈呢 或者是端上去也不够好看 白脸装饰 这个假的樱桃 管它呢 有没有用 我又不知道 就往那边放放 感觉好像就 嗯 逼哥就上来了 是不是 对不对 如果不行 就对啊 放个什么 场景录来 来点缀一下 反正就是给他 就 就是白脸装好看的东西 你懂吧 这样就上档次啊 然后还有一个 狗粘嘛 放个狗在这好吧 嘿嘿 来镜头这样 教你们啊 来教你们 怎么样才能显得这个东西高端 就这样 动动 对 来回的推拉几下 哇 就显得这个菜 就非常的有质感 给我眼神看 看我这里 给我眼神 收银火 OK 来给大家尝一下 哇 真的好香 我的天 蘸一点汤 哇 鲜香 又嫩 略带一点点的辣味 真的贼好吃 我的天 哇 最好吃的是这块肉 我来表演一下 给大家拆开 最嫩这个肉 一定要孝敬给老人 对吧 我们过年了 既要讲究一个年龄有余 又要讲究一个孝顺 来 把这块 献给我们家最重要的宝贝 来张嘴 啊 你看 真好意思吃 哇 下面这个 都不要浪费点 每一块骨头上 都有这个味道 我忍不住想要做一口 哇 没滋滋 没滋滋 行 那我们这一期就录到这 点赞 点赞 我们最后一期见